不管是国阵或者明年的平台 只要有信心 只要有正义的 我们不会放弃任何发言的机会 我是行动党八达林北七国会议员潘建伟 这里是榴莲台 榴莲当头自由高照 我们又回到了天马新空节目现场 现场仍然是有我加玛 没错还有我威尔 还有我加强 当然我们今天呢 也邀请到我们另一位嘉宾来上节目 不过我们下谈今天就商谈今天的这个课题 我们就是很荣幸请到这个 马来西亚半岛新闻从业员职工会总会长 陈成周先生欢迎 好谢谢各位长 好那其实呢今天呢 我们要谈着这个课题呢 为什么会邀请到这位 也是跟这个新闻从业工作有关系的这位人士呢 那当然我们要谈的课题非常 你说敏感呢 其实也不是敏感 毕竟呢这个也不是冰冻三尘 不是一日之寒的事情了 就是所谓的这个媒体的事件 那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 在如果有留言 我们Facebook的朋友 我都知道倒霉风不息 没人真难做 这个没人呢 其实指的就是媒体了 我们近期呢 就看到最近啊 不久前才看到 听说这个新周日 不是这个光明日报 有一名记者啊 就在槟城 在做一个采访节目的时候呢 其实不是采访啊 就刚好他知道那边 发生一些事情去拍了照 结果被人打了 那当然这个只是冰山一角 我们还之前呢 还听说过有些记者 包括最近早前有些集会的时候呢 记者被视为者打 甚至被怀疑是警方的这些人士殴打 那这些事情呢 都一而再 再而三的发生 那到底现在我们从事媒体工作的朋友呢 那个 是不是因为真的是踩过界了 是不是因为 侵犯了人家的这个自由人权呢 还是怎么样 所以会给人家打 还是怎么样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探讨一下 这个所谓的媒体自由 新闻自由 或者是甚至言论自由 它的界限在哪里 才不会越过界 侵犯雷池了 还是怎么样 还是根本没雷池这回事 因为新闻本身就应该自由的吧 那个 首先问问人家嘛 你怎么看 如果是身为这个媒体的话 还是我们 或者是媒体人的 他们应该怎么衡量自己这个程度呢 那我觉得 我觉得一般性的这个新闻 应该你不需要去做任何的这个阻止了 但是有时候也很难讲 就是说 牵涉到非比较个人的 比较隐私的 就是当事人自己本身呢 不愿意把一些事情布光出来 或者是当事人本身不愿意去承受 因为布光某一些事情呢 所造成的一些压力 那么有 当然你这个当事人 可能他的这个教养啊 各方面的素质也不一样 比较好的呢 他可能会跟媒体的人呢 好好说 好好说 甚至有的时候呢 能取得媒体人的谅解和同情 甚至就是媒体人自己自觉的去去帮你 就是说把一些事情呢 就不不不不不不去给你曝光 对吧 但有的时候呢 你你你可能采取一些粗暴的这种言行 因为你觉得这样子的话 对你很不利 然后甚至你你你你你动手打人 那这种当然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上 你已经是已经是不对了啊 或者是你你打人 也就违反了一些法律了 呃这样子呢 有时候你因为媒体嘛 他他也有也也有这个忍耐力 对吧 对他有时候觉得 哦你太你太猖狂的话 那我就是要报道你 我就是要把你这个事情给你接出来 所以所以这个东西是是一对的矛盾 但我们必须要要弄清楚 就哪一部分属于是媒体的权利 哪一部分呢 是属于当事人应该就是掌握的这个权利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东西了 就是说呃想问一下成中 那你觉得说身为一名记者还是怎么样 是不是应该居实报道一些事情 还是说我们应该保留一些 为了这个呃当事人的感受 我们不应该去把这个行为揭发出来 呃这个是涉及一种 呃到记者的道德跟操守的问题了 那个道德和操守的标准是怎么样 其实标准呢 我们如果说根据呃职工会 或者说一般的这个新 呃呃记者的守则呢 都他会有当然最基本就是 我们还是要维护这个新闻自由了 但是只是说那个界限去到哪里呢 就有些时候很很大的 很很很很大的时候呢 是靠依据自己 就是说记者本身的经验呢 去衡量啊 就当然可能有一些 就说如果比起就我们用这个比喻 就可能说你这个行业里面 呃做了比较资深的 可能一些菜鸟的记者 就当然他他在这个行业打混了这么多年 他当然比较知道 那个界限那个尺都是在哪里 如果相对新加入的 就是说可能他年轻人嘛 对这个行业有个包袱他一直 或者他对这个新闻事业是充满着憧憬的 让他就以为呃一切都是呃 可能在在态度处理的上上面呢 就会显得比较呃冲动呢 还是比较呃呃 比较积极的那方面 所以可能会招惹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个所谓的标准程度 是每一个标准每一个程度的 就一个很模糊啊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很模糊 其实灰色地带耶 是是相当模糊的 只是说我们有一些基本 我们自己必须就是媒体人自己要懂啊 当然就好就好比我我举一个比方 这样就说呃 你要知道整个行业也是跟你的国情有关嘛 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就是新闻自由 在表面上说呃听起来是相当程度的宽裕 就比起一些国家当 可是如果你在真正跟一些民主国家比呢 可能也会显得落后 那是因为整个国情 政府的这种政策的限制都 程度都不一样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说 那个那个界限是在哪里 避免自己会会会踩到这个地雷而招惹麻烦 那你说的地雷界限 就是因为有一些可能是 比如说像在政治方面 有些东西我们不能说还是什么样的东西 嗯嗯 政治政治这个是当然的啦 因为可能因为政治是其实就是比较敏感的嘛 所以只是说如果你讲说要成为一个呃 呃记者本身要要坚守自己的岗位呢 就是说你要负责报导事实 呃当然就好像回到刚才呃一些社会课题 如果说你在采访当中遇到当事人他不太愿意把他的事情介入 这个当然这个是人之常情呢 我是觉得就呃 当你好的事情就好像有一些社会呃贤人呢 他一定要把他的丰功伟纪要告诉别人嘛 这样那种事情他就不怕公主一事 可是相对的如果说一些意外还是不好的东西发生在他身上 他肯定是呃不想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这个层面啊 就有时候我们用某一种某一种简单的方式把它说出来的时候呢 好像呃并不能有一个完整的概括啊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说您刚才也讲到了呃呃 呃程中你讲到了说呃 这个当事人他想或是不想 这个记者就是说他的经验就到位还是不到位啊 这这这这他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呢 我举个例子来讲 嗯 说呃 记者要不要考虑我的编辑他需要什么东西 哈 对不对 我我知道我的编辑的口味是什么 我我编辑口味是要那种猎奇的 要那种刺激的 要那种呢 我就去挖这种猎奇的刺激的什么 哎 这这也是一个因素 这也是因素之一啊 对吧 啊 还有就是说呃 有些东西呢 是是可以 可以原教的 哈哈哈哈 有些东西是可以原教的 对不对 啊 就可以原教就是说 OK 啊 这个东西 哎呃 这个呃 呃 威廉嘛 你多写几句 好不好 啊 这个点小意思 啊 你就你就就多写几句 小意思 对吧 小意思 所以这些是不是常常在媒体界里面都发生了 对不对 呃 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否认就是说苏大有枯枝嘛 就是说每个行业 也都会有害群之嘛 只是说你所谓原教这个东西 我是呃 某种程度上都不太认同啊 只是说可能有些东西是基于交情 基于一些朋友之间的善意 这样可能或许会呃 我我没有拿你任何好处 只是说呃 我是出自于心甘心愿 可能我基于对你的认识比较深 我或许可以帮你呃 呃 呃 就是说呃 在在在写的方面可能会 就是说怎么讲 就在动笔的时候呃呃就就比如说可能说我举个例子说可能是你你是比较商业的一些东西可能那些层面我可能可以多提两句这样子嗯但是但是我也当然实际下身为媒体的我们肯定是不能接受任何的这种呃呃呃 这种任何的先议啊那种辉入啊这种是当然是拒绝的了嗯嗯哈哈哈哈 那家家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媒体的这个限制啊还有媒体所做的一些 有很多很多很多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是政治第二种是普罗大众 其实我也不是很很了解媒体那那边的做法是什么样 有些东西有些东西是有金钱还是有自由啊哈哈是不是有了金钱我就比较自由一点可是没有了金钱我就比较不自由我要靠住金钱人家给我钱我才写上加码写的你不要太相信媒体了但是你你你你也不要太相信也不要不相信媒体人反正这东西你就生活在在这矛盾之中媒体就是矛盾矛盾就是媒体啊这个这个这个东西你是摆脱不了的一件事情你看啊 我们很多记者是非常辛苦他工作非常的辛苦对吧他一大早就跑出去了啊很晚才回来在中午连吃饭有的时候都都都都都都都赶不上趟对吧 别人在吃饭他还在这写稿啊他赶紧要把他送回去非常非常的这个这个辛苦 这个我刚才想再补充一下这个加码刚才你所提的就是记者会不会考虑编辑的那个呃他的要求口味是吧 不一般上我们就说如果说你是一个尽责任的记者我们是完全是不考量编辑的他的那个口味了 但是我们就是基于说今天我才有有的时候啊咱们我们知道就叫做有句俗话是多年的这个媳妇磨成婆嘛 对不对对不对你进来的时候你是满腔热血对吧 对就是要为了新闻事业为了新闻自由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对不对 你倒了几次火的时候呢你那个毛都给烧掉的时候呢那你就你就开始知道能暖了对吧 还好是烧到毛而已 那你当你知道能暖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该怎么做人了对不对 那这这我也我也没少被这个媒体呃烧对吧 他也烧我啊他烧 所以这这个东西呃也也没有什么大不了话也讲回来没什么大不了就看你你种的是什么 如果你种的是饭碗的话呢那你就找找你你的饭碗那个地方走对吧 如果你种的是理念的话呢你就朝你的理念那个地方走反正呃呃没有一样东西呢是实权实美的 对对对可是如果说如果身为就是媒体人种的是饭碗这一块的话 那会不会就影响那个媒体的报道或者整个所呈现出来形式或者整个内容会有差异呢 如果这样子来看 因为毕竟你种饭碗的话 比如说那如果刚好有一些新闻是牵涉到一些我不说敏感啦就可能有一些呃重类课题比较大的课题 可是这些课题报道其实我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我的经验我的经验是你你你你你你你真实不真实你努力不努力跟跟最后出来的报道是没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写十篇稿但是编辑一篇也不用你的是对吧编辑一篇也不用你的那那你城市有什么用你城市根本就没用那个时候你就要懂得思考一下怎么做人了那不是你怎么去报道的问题你是怎么做人怎么跟编辑去研究的问题了对吧那江宝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不管我做媒体人承办其实我也打一份工啊对对那我不其实很理很久我跟你讲啊那那那前前两年这个我经常被五毒三采访 但是没有一篇出来的就是说我以后见了五毒三他要采访我就跟他笑我说你别浪费你的时间好不好我的时间浪费也就算了我说你的时间浪费了还真可惜你去吃饭去吧我给你点钱你去吃饭去吧 不过呃我呃我呃我我我我想说的就是虽然说那个现况可能是这样可是因为现在毕竟整个媒体的生态也也在过去十年二十年也有些改变了 现在就是有新媒体的出现对比如我我我打个例子如果说你现在你写的稿可能说基于一些某些原因而不能够被编辑下稿的话或者有一些他们就说呃有些对新闻还有理想的的记者呢 他可能个人还是有撰写一些呃呃文章在他个人的部落格嗯或者个人的面子书这样这一方面他还是有一些就是我我有一些记者朋友是这样子嗯但是呃呃他是针对今天他的报道他不满编辑删除了他一两句的这个呃文章的内容他但是他还是过后呢把整个整个内容呢就整个新闻的原貌 就放在他自己的个人面子想死了那是想死了那是不想活了对啊那是不想活了你让编辑看到了你真是不想活了所以这这这是一个一个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游戏规则一个潜规则是个生态啊这生态 哦我去我举例子加强你吉兰丹你没跟我们去那是你的遗憾哈哈我们去吉兰丹吉兰丹的就是新楼日报的那个记者朋友们啊就也参与了我们跟华团的那些交流啊什么都在很好的写了很好的报道又有照片照片什么东西最后呢最后全给删了这上而且还被还被上面骂你不知道吗这个不能写的这个不能说的这个不能什么的啊然后呢就就连censor 这我我我我最惨这这照片刚刚好在我那个地方撑就不见了完全不见对所以啊所以我就说啊这这这这种东西啊它是一个我的看法啊这个成成周我的看法它是一个大环境刚才你说的对今天是这个大环境大环境下面呢就是说他他每一个记者也好编辑也好甚至总编辑也好他有他的这个呃权限权利 还有这个这个什么局限性我我我觉得每个人他都有自己本身的一个局限性呃你你说你说你拿台湾做个例子也好啊台湾台湾人他也也遇到这个问题就是我我是很有很有这个报复的记者我愿意愿意做愿意写什么怎么样甚至我是一个很有这个良心的编辑啊但最后怎么样最后上面觉得这个东西不能用这个东西不能够写 比如说我们不能报这个边加栏这个这是什么什么国光石化咱们不能说国光石化因为国光石化每年给我们二十多万的礼品对吧啊这种东西我们不能说不能说那我们要怎么看呢这怎么看这件事情啊就比如说OK那你可以说这个那个石化的事件确实就给这个呃好处给我们国家可是他同样的也造成其他的伤害对国家造成伤害啊那如果不报道的话人民也不懂就傻傻的就接受了 那对我们下一代不其实其实其实当你啊当你真正坐的那个那个高度你真正坐的那个位置上你俯瞰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原来原来这个这个什么呃所有的这些新闻里面有后背他的背后有那么多错综复杂的这些这些内容 做成复杂的这个问题最后呈现给给的这个给给的读者的那个东西呢是经过百般修饰过后的这这样一样东西比如说这个这个标题的这个打法标题的大小甚至标题的颜色图片的方向摄影的角度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影响一个读者对当时发生事件的那个判断绝对对我绝对赞成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 我相信媒体本身会如果他们不即使报导或者不就是不对着自己良心把东西报导出来的话它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的什么所谓的人民他的主权等等因为人民的思想已经完全改变了媒体本身是第四权了我举个例子我举个例子好两两两功夫发生口角我上次咱们再举上次发生了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少妇被打对吧对在网上把它公布出来少妇被打所以这个记者 你觉得你到底要怎么吗你到底要怎么报道你是到全部了解清楚了再报道呢还是知道多少就报道多少啊这样子他也要找到法律的依据哦我先问问编辑我这样报道行不行啊他说行你就报道说不行你不知道因为行不行我要上他因为到时候出了事情我负责任呢对不对还是报报纸还是有他一定的责任要负的吧就是说我不能什么事情都都推给记者吧对不对啊所以 所以记者不要要写他采访了这个女的这女的话一说了他就追问那个男的男的不理他报道了砰出来了人家同情那个女的了就出来了出来了就说啊我们这个女的说什么我们联络了最后告诉你一句算是交代了告诉什么我们连试图联络这个男方但是男方屡次都把电话给挂上了这就就就就就就来了报道出来了这整个这个女的就是挨打啊这被被欺负这男的就是变态什么对吧 这公众的印象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所以所以你说如果这个男的发脾气了知道看见那个那个记者啪啪两嘴巴子上去的时候你怎么想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我我我可以说就是说我的看法就是这样如果说那个男方他不满意说这样的新闻就说或者他不满意他的私事被人家揭露了毕竟是个丑文嘛家丑嘛这样他如果说呃他可以说引引法律啊 他不需要说动手啊这个可以去任意法律起诉记者起诉报社OK你看啊你想想看啊就是说呃他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嗯他没有那个能耐嗯去起诉你报社嗯他也知道他打不赢你的报报报社这个官司是吧而且呢他觉得很冤枉冤枉什么呢因为那个女的讲的全都是假话嗯那这个东西已经散不出去了已经造成了这种伤害了对不对那你让我怎么呀 那这样来能能够就把把这个影响给收回来呢对不对我又没有能力我又没有钱去给你打官司怎么样呢他就哭了搞不好上调了搞不好跳楼呢对在我是觉得这个呃呃没有能力呢不能作为他他使用暴力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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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楼呢假的跳楼呢我是觉得在文明社会嘛大家都是当然肯定是不鼓吹呃暴力了或者将法律操纵在 自己的手上呢这样可能受害者认为自己真的很委屈还是什么他可以通过其他朋友的帮忙还是其他管道就比如说他觉得他这一方面的呃呃报社只报导他单方面的他太太那方面的言论就我我有经过很多这样子是我有办法吗蔡希莉他骂我他说这个那个这个那个我的文告他不登那你说我我找谁去啊你说我我我去跟谁投诉啊我我我我能发一个律师信吗现在我们这个现象还好了还不至于 比如说整个媒体呃呃被垄断能这样至少我们还有一些新媒体啊就说可能你主流媒体不报道你的话可能基于跟你有一些世人恩怨啊哈我知道可能有这样的一种这种现象你还是有其他管道因为比如说这样完了今天我们也懂你的过去认识你的朋友就你今天也是很成功的你也开设这个这个这个网络的这个电台哇我这个经常被人惨对啊对啊 主流媒体你你你你可能跟你理论不一样呢就你就自己呃自立门户嘛是可是毕竟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说主流媒体再怎么看到好主流媒体的这个影响力还是挺大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分呢主流媒体和不是主流媒体为什么有这样的分呢你有什么看法今天今天我我我的看法对不起我先讲我的看法今天所谓的主流媒体呢其实我们指的是影响力大的媒体 我我我我我我觉得啊就是受众型最大的这个这个这种媒体就是最能够影响影响听众的这个媒体呃我我是这么看的可能我这种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那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呢呃呃主流媒体当然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说可能当然他的影响力就呃影响力肯定是比较大了就是说这种影响力是是好的还是坏的就是就看人们 就其实跟人民本身的思维也是有关的如果说你你是就你就好像比如说人民这么多年来你是干于被呃呃被政府影响就是呃呃都是认为他是好的那那这个是你的问题了并不是说你主流媒体当然他有他他有一些因为我们毕竟说还是有一些环境的因素造成他必须要要要要符合一些呃怎么讲呢就 就是可能他不能够不能够完全完全就就就就就就说今天的主流媒体啊今天你要成为主流媒体我还有还有还有一个呃呃一个定义可以来来定义主流媒体的就是说呃呃必须要拿来生的媒体他也算是主流媒体啊或许可以讲对还有一种定义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你不用拿来生的那就不算主流媒体了他是网上媒体啊哈哈就是要要拿来生算是主流媒体所以所以主流媒体多多少少 他必须呃呃他必须呃这这必须必须这这是一个必须 it's a must那如果不是的话他呃这你说主流媒体呃如果你说啊主流媒体都没良心了可能我这么说呃我们这个成州先生他肯定不赞同那我们都是我们都是这个辛苦这个做工有热情有什么的记者们你怎么说主流媒体都没有良心了呢啊好今天我说主流媒体没良心 我要说比如说啊我讲啊啊中国报这个这个什么新州日报都没良心了这个没有人认同啊对吧嗯但我竟然说啊那五都三其实没有良心很多人都认同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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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啊这个对吧今天这个广播一出我们真是得罪了好多媒体了这样子得不得罪我我我才不理那么多呢对不对 对问题就是说我说的话有没有这是百分之五十一的道理如果只有百分之四十九的道理你就扔了算了啊你就不不别把我的话当一回事啊对其实那还刚才就是程中你提到说就是呃你说主流媒体报道的一些东西是到之后回归给读者们他们或者是听众或者是观众们自己去决定这个相信我不相信而且如果是他们完全相信那是他们自己问题这个我有不同的 看法嗯因为我觉得说现在其实人都有一种惰心啊人都有一种惰心那基本上你要他们自己刚才我们提到读书风气吧对不对嗯我们现代人读书已经很少看书了那你说你上网去看看什么看面子书不看没面子看来还有面子嗯所以这种情形的话就变成造成每个人的这个文化程度或者是理解对对社会环境的敏感度已经慢慢降低了那他们依赖什么呢就依赖媒体啊媒体说什么我就听听了就哎这个肯定对了就是主流所以为什么我说 主流主流媒体他的那个角色非常重要如果他报道不属实或者稍微里面添加一些其他东西故意把你带领到另外一个想法去的话那这个就很危险了我觉得对不对嗯是呃我的我想说的就是呃当然呃在在某些程度上呢就是说主要还是取决于人民本身就读者本身他的他的那种认知 就是今天我是觉得现在可能社会已经已经改变人民的这他的思维啊他的教育程度都慢慢提升了嘛他们其实你你现在问学校年轻他们也不不见得完全认同主流媒体吧所以他们还是觉得有一些即使是有呃呃传统的子媒他们都觉得哎这个是他们就说对他的公信还是存在着一些质疑的如果说如果我们本身在就说如果可能是媒体业者了我不晓得了我只是这个一名 记者但我们只是尽自己的责任但是能够最全面的就做到就最基本的一些呃公正报导啦平衡的客观啦这一方面的一定要有了平衡的客观对对对公正的报导他是这样子的呃平衡呢在那个呃平衡公正客观呢在这个不起眼的事情上很简单不起眼的事情上那那这家狗冲击了那家的猫啊你制作一个公正平衡的报导就行了 但是比如说到了某一个情况下他就未必需要这样比如说呃呃709709所发生的那件事情咱们都知道这媒体做了些什么样子的报导是对吧咱们就不不不不不念旧情了吧就说了为了两餐而已嘛记者真的是为国捐区啊我们不能得罪啊我们每天都要拿来生每年都要更新来生的咧我们也要看打狗要看看主人嘛为了两餐 反正我不小心都做了我那两餐都没有了啦对不对所以老板那真正老板到底是谁呢是人民还是谁呢我们要问陈总啊陈总你觉得媒体自不自由跟我们的限定的法律有什么扯上什么关系肯定就有很大关系就是过去以前就是政府有这个很多种种的法令去呃前置这个新闻自由嘛就这样法令啊呃三东法令啊这一类所以为什么呃很多一些组织啊民间的包括 记者本身组织也好NGO也好现在都是很反对这这些恶法所以就希望政府能够这样的把它消除吧这样现在政府呢为了就三零八过后他也是有做出一些改变他也知道民间的这些呃对这种法令的一种不认同所以这只是我是觉得当然呃你要完全说像我们这种发展中的国家你不可能一夕之间突然间变成好像是美国 那那那那样的民主那是不可能我是觉得这条路肯定还是要斗争下去就是说时间的问题我们要慢慢把它改变人民各方面思维都是要配合就是要要这样子呢我是觉得你要说继续斗争斗争下去这样你们你们的报章有没有好像每个礼拜都在批击政府有什么不公平啊就是说呃应该要给这样的一个呃呃一个呃一个空间让我们好好这样每每个每个礼拜至少每个月每个礼拜都有这样一个批击 啊对对对这个我就不是在背后默默跟隐因为你们说要公正的报答还要让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吗还是还是做回那种呃还是不要乱乱得罪人会两贪这个就涉及包社本身的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他本身的呃政策啦这样可能我我不是高层我不能代表他们说话我也不是太清楚 我只是说我我我我所了解的是我每天都在翻看自己的报纸嘛像至少在有些课题就好像可能说呃呃呃华医生拿不到奖学金啊这一类的新闻我们觉得不公平还是要报道出来了就尽量就说给给给给华士了解知道有有这种社会不平呃不不公平的现象尽量给他写出来这样报章会比较啊取向怎么样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呃 啊华因为你们是华文报章嘛嗯嗯华文报章是报一些华社比较喜欢听的东西还是你会报道一些因他们应该听的东西应该知道的东西还是他们喜欢知道的东西啊这个好像那些啊那些那些那些人生人生啊哲学那些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是必须要知道的啊那可是每个人都不喜欢不喜欢去去看也不喜欢去听可是我们不喜欢喜欢知道喜欢听的话就是你怎样去批击政府啊 批击这个批击这个批击那个是华社比比较喜欢你会选择怎样的方式去呃选择性的还是真的是真的是他呃去报道那些你们应该听的东西哦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这样这个这个是需要是需要针对高层来回答好这样子我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回来我们继续针对这个呃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媒体人不容易的呃这件事我们再来 一些的这些啊回合好吧 好马六甲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记住长期马六甲长厅榴莲台我是行动党马六甲州主席和西当西州议员吴梁山我们一起守住durianfm.com 员吴梁山头最后告知我们回到节目现场了那呃刚才我们聊到就是说呃这个新闻呃从业者职工会啊这么一个组织啊除了这个组织之外呢我们当然我们知道我之前呃我最熟悉的一个组织是什么呃编辑人协会呃编辑人协会呃只是编辑人协会呢搞不好就是管这个新闻从业者协会的呃在这里就话外话了不过我觉得呃呃我我之前有了解 到这个这个成功你的一些情况哈就当时你们主要是为了这个呃新闻新闻从业人员的这个职工的福利来来来来做的呃这个这个组织到底就是说呃这些年来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对哦嗯嗯这个是呃职工会嘛就是呃他也是顺应着政府的这个呃法律了就是说每一个职场或每个行业都会必须要有成立一个职工会 这就主要就是保障这个员工啊就所谓会员的这个福利跟权益了就最最基本的当然是呃工作待遇啦薪金啊呃这方面的呃东西嗯嗯嗯那那这个呃呃我们注意到哈就是最近你知道吗台湾这个遗传媒对吧就他把整个遗电视啊什么东西都都卖给人家了对吧结果呢他在整个这个交易过程里面呢呃 台湾的这些这个传媒的一个协会啊他们这这下面一些记者们啊他们组成了一个一个协会这个协会呢就反过来去呃监督这个资方对吧那资方你应该怎么样你不应该怎么办你你怎么要照顾我们的福利你怎么样就要顾及到这个言论自由等等等等的这些以言论自由呢就是传媒自由呢作为一个基点是是比福利来的更要紧的一个一个基点所以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concept这样一个概念哈你觉得对你们有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吗呃当然有就是也涉及到记者本身他个人的这些对这方面的意识了当然每个人如果能够意识的这么强的话能够团结起来呃去监督他的就是说呃他的老板啊这样当然是这个是好事了只是说一种米养白养白种人吗不是可能每个人都有 都有这样的这样的这样这样这样的意思了所以当你不团结的时候呢呃呃呃呃我们就说即使身为制工会的领袖呢也会觉得有一种无力感啊就你很难去凝聚而且我们因为我们是多元社会多元种族嘛中文报跟英文报是马来报的那种记者他的他的那种呃呃条件呢都不一样每个人对新闻自由的看法可能就会相对的来说也是不一样 您您刚才说的条件指的是哪一方面的条件当然最主要就是呃呃最最现实的就是薪金嘛对吧薪金如果他就好像比如说呃呃英文报就是有一家手呃呃最畅销的一家英文报他的福利是是大马传媒里面是最高的最高的当然我们也很羡慕嘛但是所以他有些时候相对讲他们他们那种记者的那种态度就是说可能 呃呃呃可能说在处理一些课题上他可能就显得比较呃啊或是是小张就说可能就他没有这么在乎没有这么稀罕啊因为他至少呃他的生活还过得不错不像我们中文报是比较可怜一点其实呃有中文报有的报纸还是赚很多钱啊还不错啊啊非常不错非常不错非常赚钱的那这个呃呃如果说不赚钱你你 福利差一点的话呢就像就像咱们似的啊可能就是大家勒紧裤带啊这还还可以福利是自己给的哈哈哈哈赚钱对这个你这个问题是说的好只是说老板赚钱是老板的事吗他要不要他相对的讲他赚这么多钱他要不要给你又是他的意愿我们我们可以给到外国去我们只能够说尽力而为尽量帮助我们的会员去争取他们应得的一些呃福利啦 这样子了你有什么经验呃曾经你的门的报纸那边停办过几个月因为呃因为停令或者是呃除了停令可能是呃我们的部长呃让你们停办几个月呃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那个什么事情导致停办然后又有什么影响那个是1987年茅草行动过后我还没有加入报纸那时候还是中学不过我从一些前辈的呃就是说当年的职工的领袖呢今天 已经是报馆的高层那他们他们他们那批人就呃比较就有经历过这方面这个经验呢我就没有了我只是后期有有听说这样他们当然当年也是很很呃有跟报馆共同干苦的度过啦就比如说他们自愿呃就说在报馆呃关闭六个月嘛首三个月啊可能还拿呃每个月拿薪水在第四个月呢就可能拿半薪第五个月可能拿呃四分之一的薪水 这样子来来来来度过啦哦也就是说报馆还有给他们薪金了还是有还有给薪金还是有那个是有有良心的老板哈哈哈哈难怪这些有经过这些经历的呃现在已经变成高层了对对对所以就不了不敢乱乱得罪人哈哈哈哈哈哈他们就觉得可能呃呃一切东西得来不易也要比较要要要呃这样了解这样了解这样了解也就是说我国的一些一些法律导致我们的新闻是不自由嗯是那我们 啊Facebook上呢那个听众啊波冰笑他说啊媒体的身不由己呢是正常的嗯啊但是呢恶心的呢是有一些媒体人士呢不止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还把抨击媒体的人说成是坏蛋啊明明很多人针对的是媒体的高层政府和整个文化但是很多患上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媒体人呢却跑出来来互主啊这这是我们这个一位听众所 所写的啊啊他还继续说他说媒体人呢一直扯读者醒觉来做什么那是这个功劳和主流媒体没一点关系而且如果不是主流媒体的话呢乡区的人呢也不会被误导当你们说读者有啊自主思想的时候呢请考虑到那些穷股和咨询管道有限的那群人他们的自主思想是被媒体营造出来的啊他们 他们长期来都被国阵啊媒体机器洗脑这个媒体难道可以完全不负半点责任吗这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就是其实媒体的影响力就对一些人来说呢确实是很难说不能没有这个责任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华社如果说看了三十年报纸的话也被报纸洗过脑对吧这这话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对吗一点都不过分 所以如果像成长站在你是本身是这个新闻从业员职工会的总会长来说了那除了这个员工的福利之外呢在这个新闻言论自由我是指的主要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其实是两回事了那这样子看起来的话那个职工会本身扮演的这个角色呢和报馆或者媒体不不只是报馆了媒体了我应该知道因为包括电台电视台这些嘛对对 你们扮演着什么样角色这个角色或者有没有有没有可能性在未来呢他可以扮演着一个监督的除了这个福利之外还有更多的角色就好像刚才加马提到的那种情形嗯嗯这个这个要呃呃必须要呃有一个比较周详的一个长远的计划了但当然向来就是我们职工会呃的宗旨呢就是说也没有忽略到这个新闻自由了只是说基于国情但是我们也没有退缩了我们还是说呃 呃在适当的时候呢也会呃呃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就包括做出一些呼吁啦但当然可能有呃呃呃不时跟这个政府的当局有一些对话啦这样子的通过反映说我们记者的一项心声给他们知道嗯嗯那啊这个Facebook上那个Cherry啊他他他继续他说这样的那个观点他说马来西亚的教育呢从来不是鼓励独立思考啊 填鸭式出来的人呃怎么能够预期读者呃应该为自己的决定来负责呢呃不是怪罪媒体呢呃有一些职业呢有被人尊敬的地位比如说啊这个记者啦呃政治家啦医生啊等等的是因为他们是专业的人士呃应该懂得普通人不懂的事情所以他们可以受人尊重这个行为呢也比普通人呃多了更多的责任这是个人性的社会呃当然呃 呃圆交什么的这个已经蚕食的跑了进来但呃既然已经知道是死胡同了即使改变是辛苦的我们还是应该选择走回正途嗯嗯啊不是吗他说呃而不是打太极要人看别的角度呃然后呢继续往这个不归站站着不动或者往不归路走去是这么说法吗呃我想问的 除了媒体跟外来的力量也就是说政治的那边的力量来打压媒体 像媒体自己里面有打压自己人吗 这这这我也是非常想想了解的一个事情 我们不说外来的打压就说内部有没有打压的状况 媒体跟媒体之间的那种 不是媒体媒体之间就是说部门跟部门之间或者是一个部门里面有没有这种打压 嗯这种当然我们只是说纯粹是为了工作嘛 嗯这一方面你自己选择不要去理会了 啊这样可能当然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公司 嗯或多或少可能那种所谓的办公室政治是肯定是存在的嘛 是吧你也不可能说去否定 嗯越大的公司规模越大人士就显得比较复杂比较多 就某某A方跟B方就像马华以前也是有A对B对嘛 嗯总会有个一个不同的阵营啊就可能大家说理念不一样 不过如果你你的那个终止目标是随着公司的方向去走的话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乐只说你容纳不同的意见 嗯那那比如说一个一个报馆里面哈嗯其实一个大家的这个共同的终止和目标是什么呢 我说当然如果站在报馆的方向 就当然你要确定 如果大家都是 大家饭碗能够饱的话 当然 报纸也是销路要好 确保你所服务的报纸 销路要好 当然是口碑好 当然你年尾 还是什么打工仔的心意 年尾也是靠花红 老板也是要 因为我们也是期待 老板要给我们花红 当然这一方面就是 大家都是息息相关 都是要合作 所以团队比较重要 有没有可能为了自己的饭碗 就是报章A就打压了报章B 因为报章B如果一起来的话 就影响报章A的他们的饭碗 有没有正常竞争 竞争是竞争 打压是另外一回事 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竞争和打压之间是很模糊的 你打压就是用自己拥有的力量 那种影响力 去打压着别人 竞争就不同 竞争是公平竞争 有分别 因为我不了解媒体里面的 整个政治是怎么样 可是我有听过 这个报章A 是有打压 报章B的 这样的情况发生 你们有 在你的总会那边 有听过这样的东西 你们怎么样去解决 那不关福利的事 对对对 我们也没去管了 那个不关福利的事 有发生了 有发生了 拥有人 其实也不能说是报纸的事 这个也跟员工的福利有影响 当这个被打压的那个媒体 那他肯定他福利会受影响 他的可能他的payment 他的薪水 或其他都没那么好了 那就渐渐的影响了 你们的这个会员的福利 对不对 那怎么能说 没 我的意思是如果说 真的影响到福利的话 我们就 针对福利那一块 那个部分 我们去做争取了 所以还是就是专注在福利那一块 是是是 其实我 我倒想问这个 程周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作为一个媒体人 他的福利 他是要靠自己 还是要靠这个报馆 他的福利 他主要要靠自己 还是要靠报馆 当然是靠自己 靠自己 就是说他还要在外面 报馆就说如果你去 还要在外面去努力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靠自己 就是说靠自己去争取 的东西 当然如果说 是靠自己跟报馆争取 还是靠自己在外面争取 差别好大 这 金钱嘛 不能够满足所有人 就当然就是说你 就是说每个人 对金钱的那种概念不一样 有些人觉得可能 呃 千多两千块过活 他觉得很满足 很开心 他就可以过日子 但是让你有了家庭 你两千块在城市是穷人 你根本不能够生活 是 你至少要是一个四千五千 这样的这样子的这种收入 所以这种 所以他比如说在报馆拿两千 嗯嗯 在外面再混两千 呃 我们只能说你你遵循自己的 合法的途径啊 跟管道去 就是OK的 去去赚取一些外快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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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对吧 嗯 他在政府学校教书 对吧 然后他他放工了之后 他自己要教补习 他又赚钱 是 那这记者怎么赚 记者我们也有啊 我们这行业 也去教补习 看也有的 也有的 是少少 可能是少数的 那是看个人 呃 是什么 啊 西毕业了 不然有些 还是像以前那样子的 就是说 我记得是谁来的 呃 他他就是 写文章 对对对 对吧 写专栏呢 这个是途径之一了 当然还有一些 对 呃 还有当当别人的这个什么 就是啊 马华领袖的什么 呃 这个这个 枪手 啊 这个 这个我就不一评论了 这个我就不是很肯定 比如说 如果是 同业 呃 同业之间都知道 有一些 呃 我们会 就是如果你要赚一些外快了 所谓当然 呃 所谓你 别人就是叫你翻译了 一翻译是 我们的呃 我们有有有这样的 能力嘛 翻译这来的少 找找找找找找一点来的比较快 来的比较多 我们是强调 总之是合法的途径就对了 枪手合法吧 哈哈哈哈 枪手都不合法 这也是合法的 比如说我把我把一个文章写的好一点 嗯 对吧 他也合法吧 没商人方货就合法了 对对 没头没 所以我我把一个东西描述的多一点 描述的好一点 我经常描述某些东西的话 呃 这个我经常令某些人上报的话 他他也是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这个什么 对吧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洞 有很多这个黑洞 小小小的黑洞 这个洞 那个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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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是媒体里面的一个 呃 怎么讲 这个生态吧 生态 这就是一个生态 就是看你 你作为一个媒体人 你怎么在这个降纲里面游泳 嗯 那这是降纲里面游 游来游去 但是你你你水性好的 那你就收获丰富 你水性不好的 那你就可能一无所得 我觉得应该是在雷池里面游泳吧 不小心踩到那个地雷就完了 这个 其实其实一般一般的媒体人 他基本上不踩雷 就就就就 一般的媒体人基本上 水果电台踩雷 某水果电台踩雷 你看你看我们 我们就比如说他说啊 比如说呃就是呃 呃第一第一第一支笔啊 就新周日报第一支笔 这个郑丁贤 他他说他不是曾经带领 这个其实不是郑丁贤 带领他搞错了 是应该是更高层的人带领了 这个媒体人穿黑衣抗议 还记得吗 是 就是那在咱们就都穿黑衣了 结果怎么了 就是要说当局和当局对话 马华对话的次数比媒体还多 呃这个这代表人们需要体谅马华 这这他有点有点这个反讽的 这个意思啊 也就是说呃马华还在去跟政府 这马华不也算政府吗 他他自己本身是政府 可是他就要做到他代表人员啊 他代表人员去跟政府对话 就是政府跟政府对话 对自己跟自己对话 政府的A对跟B对 A对跟B对对话 对啊 这是我们生态 你怎么看这今天我们整个 整个这种乱七八糟这种生态 首先你认为这乱七八糟吗 这个你先认同这个是吧 呃呃 似乱非乱 哈哈哈哈 这个东西很难回答 很难回答 没有就以你们本身是这个志工会的 这个也是新闻从业的这个角度来看吧 呃你是指 哪一方面乱七八糟 呃就是这个 生态上面 生态 对对对 乱七八糟 我觉得整个媒体几乎就是乱文啊 哈哈哈哈 没有啊 只能说可能现在因为 比如说中文报或者是英文报嘛 都是可能 可能或许给外面 外在的印象是一 就比如好 类似那种党一党独大 一个传媒独大 因为他只是 呃毕竟幕后还是属于同一个老板 但是可能是我们的社长 他是强调说呃呃健康的那种竞争啊 就是要减低以前不良的那种竞争啊 以前的确在在呃呃 张社长还没有还没有说够南洋报业的时候 的确是行坐跟南洋你也知道吧 以前的事实 经常都是有 在报道上啊 就有针锋向队 或者竞争 没有钱嘛 你就很难跟有钱人去玩他那个游戏 就是这样子 讲到最后还是钱 所以媒体还是挺受资本主义影响的 所以说回光明日报的那位记者 我也是觉得要挺为他喊冤的 就是说他可能太执着了 人别那么执着 不用那么执着 可是他的说法是 你说他执着 他其实当那个时候 他被他们载到另外一地方 本来就他知道已经心头知道不对劲了 他直接把那个相片删除了 可是删除过后 他们还是一样照样偶他 所以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是听到 我也是单从报章的这些报道 才了解这个事情 也没有跟他本人有接触 因为毕竟他不是我的会员 因为他是属于是主管级的 他是副主任 所以只是说我们在职工会角度 我们是谴责这一类的暴力行为 你怎样都好 即使那个记者有错 我的看法就是 你也不能把武力操纵在自己的手上 你打人就是不对了 你也不能说 因为我没钱请律师 我只能够对你宣泄 这件事情报案了 有有有 职工会通常如果面对这种事情 他会怎么做 如果说他是我们 涉及的受影响是我们会员 我们当然就会给会员提供一切的这种法律 如果不是会员就不给援助 那其实他们是 可以援助 就是说我们也是可以提供这方面的 只能可能咨询 只能说金钱上的法律援助可能就 会没必要 老实讲 我们想加入行吗 我们太小了 需要保护 需要人保护 最近有人要诉我们 要诉我们 我要需要人保护 提供法律援助 自己成立了一个类似的 为什么呢 难道网络媒体不属于这个所谓 不是不是 因为我们网络媒体 我告诉你 我们网络媒体比较难 比较难的是因为就是大家都是记者 我们网络媒体千千万 你说咱们怎么成立一个协会 太难了 太难 太难 所以我们要往这边靠 就是说 没费 你跟我们下 下一点条件也行 就是说 多少人以上 多少人以下不予理会 没有 这个 这以后的发展也是可能的 就是说 当然只是说 因为这个我们是 受这个 职工会的章程所限 所以 首要就是要把它修正 我觉得这个职工会 赞成带有歧视性 不是 歧视王 你误解了 因为这个 你要追溯回去 他以前成立的 那个年代的那种 是没忘记 那时候没有网媒 没有网媒 完全绝对没有网媒 对对对 所以他成立的宗旨是不一样的 这是因为这个是以后发展的趋势 所以 就是 就是 我说 有必要再去修改了 甚至如果你要容纳 更多人加入我们这个组织的话 那我要 要黄德给我帮忙 来个 万网 淹没这个 这个职工会 要试一下 这个新的创意了 新的创意 OK 好了今天非常非常感谢 这个 陈周 跟我们聊聊这个 网络的 跟那个媒体的 媒体人的这个课题 其实 话讲回来 就是媒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社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他带给我们 就是说 很多的资讯 很多的观念 很多的这个 什么 理念 甚至是新闻 那这中间有好的 有一些不太好的 这要看人们怎么样自己去 自己去消化 自己去分析 自己去理解 自己去吸收 我不能把所有的错 都归咎于媒体 对吧 特别也不能把所有错 去归咎于媒体人 不过媒体本身 一定要有一定的责任 来把这个对的 或者是这个对的资讯 或者想法 传达出去 总归他们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对吧 就不管怎么样 就是高兴不高兴 好不好 我们都是要 要以一种平和的 这种心态姿态 不能以暴力来解决 对对对 好 今天非常感谢这个成州 也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 跟我们度过了一个 非常开心的 一排一的早上 好 我们明天这个时候 明天早上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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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